大家好,今天分享这局是最佳居兵纵横局,黑方十六各自权,横方只有单居兵 第一步,红拱冰将 只能平将 再拱 退居吃炮 下一步,平居将就是杀旗 只能下将 进居把老将挤到三楼 再退居捉炮 黑炮一逃 再捉 再逃 逃不掉了,顽强一点先下老将 吃炮姜 再回来 请上来 将军 再退居 将军 吃足 将军 再将 将军 再回来 将军 退居准备吃香 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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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退居准备吃鞭足 一将 将军 吃足 再将 将军 再回来 请上来 将军 准备吃马 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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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去足 将军 将军 再带走这匹马 将军 将军 黑方 黑方这里如果还是走下老将 黄方 一将 将军 吃足 再将 将军 进鞠 下一步拱冰将就是绝杀 所以在这里黑风顽强一点要乖乖陷居 提前给老将藤位置 一吃 下降 将军 现在可以进兵将了 将军 如果上将 平居将再平老帅 就白脸将杀了 只能下降 平居将 将军 如果上六肉式 进兵就是杀旗 只能试四进五 进兵破式 将军 只能出老将了 再平居将 将军 进居坎势 绝杀五解 好了 这剧集就分享到这 喜欢的点赞关注 我们下集再见